來就教教育局 有關我們學生就學相關權益的問題 那我想先請教蔣局長 我們今年國小學生招生的狀況 目前是不是招生的狀況都已經來確認了 跟一個報告招生的狀況一直要到那個8月底 那麼目前我們有沒有一個按照人口預估的狀況 大概目前國小的招生的狀況 我們是預估大概會有25700多名學生 所以這個部分跟去年差不多 對,去年大概是25546 大概今年會多大概200多名學生 好,謝謝局長 局長本席今天要來告訴你有關 我們其實教育資源千萬不能失衡的狀況 那麼按照民政局的各個年齡的統計 到今年的3月底的話 我們7歲的人口 也就是說今年7歲的人口有28821人 6歲的人口 明年要進入小學的話 他有27109人 到了5歲人口 剩下25339人 每一歲每一歲這樣子一直遞減 那按照民政局的這個統計 到了1歲 1歲的人口剩下1萬9千人 0歲的人口 0歲的人口更讓人驚嚇 8,821人 少了多少 少了1萬2千024人 現在的0歲跟現在的7歲 少了1萬2千人 這個對於我們未來幼兒教育 或者是國小教育端都影響很大 那如果說我們不計算 未來會有社會人口的流動的話 其實我們台中市的國小 在未來6年 因為人口的遞減 逐歲的遞減 其實我們會面臨很嚴重的衝擊 未來兩年 我相信還是在局長任內啊 明年我們的人口就會減少 因為學生員的影響 明年就會減少1千7到1千8百個孩子 這樣如果我們用一個班級 29位來計算 明年減少1千7 其實今年就減少了500多位 明年減少1千7百多位 如果按照這樣子來算 那就會減少有60班 甚至會不會更多 而且零歲比7歲 少了1萬2千人 這少了1萬2千人是現在喔 我們7歲人口的 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局長按照本席剛剛 剛所跟你提出來 民政局相關人口的統計 如果這樣子下去 到現在零歲 在2031年我們少了1萬2千個孩子的話 這樣子我們減班可能會高達400班 甚至搞不好會發生 國小 要關閉或者是甚至要病校的狀況 而在幼兒教育端問題 可能會更少浮現 可能在三年後 就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那零歲的人口 即使未來慢慢的我們有外面移入 逐年遷入的人口 如果說再把這些外面會移入的人口加起來 其實我們累計減招 也可能會有300班以上 那我們市政府要怎麼來因應呢 局長在你的任內喔 明年 今年跟去年還沒有很明顯的變化 可是到了明年 在你任內包括後年 就會很明顯的一年減少了 1,700到1,800 甚至未來還有一年會減少到將近2,000人 到了零歲 我們未來這幾年 現在7歲跟零歲 竟然差距有1萬2千人 局長 教育局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你未來怎麼樣來因應 才能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安學 以後我們可能出現的狀況 就是會有招生爆滿的學校 然後也有會招生嚴重不足的學校 那市府怎麼因應 到時候這種教育資源失衡 那你怎麼來配置 學校怎麼辦 老師怎麼辦 怎麼樣做學生才能夠得到妥善的安排 才能安學 局長 教育局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跟議員報告謝謝議員提醒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隨時都有掌握 那個有關出生人數的一個狀況 我們也是在預估在差不多到民國 117年開始國小的新生數就會大幅的一個下減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這方面分成幾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部分就是老師的部分 目前我們現在控管原額都是8%左右 因此超老師的部分我們是就是超老師部分 我們就是用 學校的一個控管的原額來解決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學生數驟減的部分 我們也開始會思考有沒有可能性規劃 我們原理規劃降低班級人數的相關的一個計畫 以免那個學校就是過小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契機 就是不會增加市府的人事費 然後又可以穩定學校 然後再降低班級人數促進 學生這個提高效益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如果有空餘的校舍部分 我們可以做一個大幅度的一個釋出的部分 比如說有關社福的機構或者是說 好 局長 那你剛剛提到就是說控管老師的原額 降低班級的學生數 還有把多餘的校舍釋出做其他的利用 這些部分對不對 好 局長我剛剛提到人口地減 那未來可能減班會這麼多你要的因應 那現在出現一個狀況 有一些在某些特定的區塊 我們的人口遷入比較多 學生數增加 以市政府對面會來國小來說 其實附近有兩處的社會住宅 這兩處社會住宅就高達未來會有600多戶 然後總共再加上其他民間的住宅大樓 還有三棟 那這個怎麼樣來因應 外面的遷入人口多 中科附近 我們附近有國安社宅 國安一期二期三期 這兩個地方加起來 有1200多戶的社會住宅 更不要說因為中科帶來的 你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 的增加 現在其實在中科附近 福科國中 永安國小 國安國小 其實學生都已經 就業擁擠 學生 報班的問題都已經浮現了 那這個跟 好你還可以有一兩年去準備這個減班的問題 那現在招生爆滿的學校 你怎麼去處理 我們以西屯區來說 我看到你們今年預估的招生 像合措國小 去年還有63位小朋友 今年預估可能剩下44位 泰安國小去年有38位小朋友 今年可能預估剩下24位 是不是剩下一班而已 但是你看永安國小 從200多位會增加到300多位小朋友 國安國小中科附近 269位的小朋友會 暴增到338位小朋友 以這個國安國小 今年預估數來說 跟這個泰安國小的預估數 局長西屯區喔 相差了14倍之多 所以本席提出來 你以後台中市就是會發生 招生爆滿的學校 跟招生這樣嚴重不足的學校 招生爆滿的學校現在已經發生 你要立刻來解決 招生嚴重不足 未來隨著人口遞減這樣的狀況 你也要趕快提出因應 有一些地方是虛耗 有一些地方不夠 所以這個學生的教育資源 局長本期建議你要運用 人口大數據 這個AI的模型要建置起來 我們身為家長最關心的 不管孩子在什麼樣的區塊跟區域 我希望孩子都要能夠得到 妥善的教育資源的分配 讓他們得到最妥善的教育 局長再請你簡短說明 那像本席所提到的 在有一些區塊 人口的遷入 就學 就業人口的遷入 現在就面臨爆班爆滿的狀況 你怎麼解決 跟議員報告 基本上 要面臨解決比較急迫性的問題 就是 就是學校爆滿的問題 大概朝幾方面來做 短期方面 當時如果 變成 那個總量控管的學校 把學生到別的學區去就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看 該學校有沒有空餘的空間 可以增建教室 第三個就是 查詢該地方有沒有其他的學校 設立新校 那本席所提到的這些區塊 局長 有的學校已經沒有空間可以來新線校舍 或者是已經也沒有校地了 謝謝 那也沒有校舍足夠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 教育局你是教育主管機關 那這些狀況其實在未來都會碰到 你要提早提出因應 把這些教育資源包括學校 包括老師 包括孩子 包括這些教育資源 要能夠做最妥善的分配 不能在這裡沒有任何的方案提出來 你光是一間社校 你都要好幾年 兩三年以後的時間 所以這個真的都要妥善提出因應 請把你未來針對招生爆滿 或是招生嚴重不足學校的因應方案 請你在本週內提供一份方案給本席 接下來陳雲榮議員 繼續學位 謝謝